大家好 我是毛迪西的老顽童高童达 今天我想讲点什么呢 就是现在我们人人都有手机 现在我家的电视基本上我都不打开 因为我老婆他们在家的时候他们会每天看 因为他都是看泰文嘛 我那个有中文的电视在楼上 楼上我也不想上去 每天我就是看手机 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啊 人人手一个 每天就拿着看 那么就是网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讯息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网上有些东西啊真的看了以后很气愤 就觉得是到底是怎么了 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出这么这么这么一些那个让人没法理解的事情 就好像网上有一个消息 他说有个小偷 爬人家家去偷东西去 然后从上都掉下来了摔死了 然后他的小偷的家属去告人家 他偷的那一家 要求人家赔偿五十万 这个是讲这个事 讲这个事的那个人 我想他应该不不至于他去造谣吧 这种这种事情如果他造谣的话 应该警察会找他 可是如果这个事是个真的 那我们就没法理解了 偷人家的东西 然后掉下来摔死了 家属去告人家 让人家赔偿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情形 中国古代 当然我看的书也不是很多了 看小说也好 看什么历史也好 看什么也好 也没有发现过有这样的记录 那么现在我们 我们这个社会都什么事都出了吗 然后还有一个 最近这两天晚上 坐公交车 人家没给他让作为 看上去可能年纪也是比较大了 可是很强壮哦 声音洪亮 可能他们年纪还没有我大 看上去 人家没跟你这样做 你指责人家 说人家人品不好 你指责人家就证明了你人品就非常差了 你还怎么会指责别人去呢 这到底我们这社会 我就有的时候我就 在网上看看有的时候我就生气 我就在关了不看了 不看了 不看了也没有事情做 也不知道做什么 你等一下拿起来再看 当然这个手机啊 上面的讯息很多 东西也很多 想看什么都有挺方便 可是也伤眼睛啊 我这个眼睛现在真的不对了 那么过去啊 我们家乡有老话 说是山大了 什么瘦都有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出 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 就好像那个偷东西 这个是自古以来就有了 小偷嘛 梁上君子 人家爬的高掉下来摔死了 这种可能 就古说可能也有吧 但是人家过去那小偷 梁上君子 人家本领大呀 人家爬房上树的 本领大可能也不至于摔死 现在的人胆子大啊 就没那个伸手 也敢去偷去 然后就从那样掉下来 掉下来还摔死了 当然也可能啊 你上去了 人家家里有人 人家看到你 你进来往里爬 人家一叫 你害怕 你紧张 掉下来摔死了 也有可能 就算是那样 你不管怎么样吧 你掉下来摔死了 你去偷人家去了 是犯罪的行为 你的家家属还要去告人家 去索赔 这件事情我们就难以理解 那么他这个家属是怎么想的 他从脑子里进水了吗 现在好多打官司不都叫律师吗 啊 甚至有的有的官司打了打去 官司打赢了 赔了大笔钱 结果一到手了 没了 剩了剩了没有几块 那么钱都让律师拿走了 这个律师这个职业 我也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想多说 这个律师这个职业 嗯 在古时候我们中国就有宋师啊 好像那个宋师 跟这个现在的律师有点差不多 可是宋师在社会上绝对不会有好名声 过去那个好像好的读书人啊 当然那个宋师一定要读书了 没有学问当不了宋师了 可是人家正当的读书人 骗子不入宫门 你不可能去打官司告状的事情 人家都不会写 不可能去当宋师去 那么现在律师是很 是个很高尚很了不起的职业 你帮了人家打官司 人家是因为家里出了事了 人死了等等的出了问题了 后来人伤了贪了 各种各样的情形吧 打官司去了 赢了 赢了 那个钱你分到一大半 真的比抢银行还快吧 抢银行你还要踩 你要 那个叫什么 应该叫 先去看看吧 踩道吧 是不是 你还要去各种各样的方式 那个 女士打官司 在那个法庭上 找一点理由 弄一点什么法律条文什么的 你打赢了 但是你要的也太狠了吧 就是好像前不久就有一个 一个女子啊 好像是啊 她觉得她自己也没有什么亲人了 家里也没有什么亲人了 她准备在 她自己有生之年把自己的财产呢 房子什么的 都 拿去做 做慈善 做公益 啊 后来就 从网上找了一家公司 找了一家律师公司 向人家咨询 结果咨询来咨询去 咨询了几趟 还没怎么样呢 人家就跟她要 要收她几十万 她的咨询费 当然了 这个事情我 我也没办法 这个打官司 打官司告状的事情 我们也不懂法律 如果是真的遇到那一天了 我们也请不起律师啊 可是 我想说的是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怪事怎么会越来越多 还是说 本来以前也会有 只是因为资讯没有那样的发达 我们不知道 现在的事情一出来 马上就传到满世界都知道了 是这样吗 还是说现在它已经变成了新生事物了 动不动就打官司 就去索赔 当然了 你如果是索赔是有理由的 当然 你 这个 我们也可以理解 可是小偷去偷人家去 从上来掉下来摔死了 家属还去告人家 让人家赔偿 这个事 我就真的 我怎么想 我都想不明白 我这两天我一直在 头脑里 就在转这件事情 这个人的家属 他到底他怎么想的 百般人已经死了 他 他犯法 可是他不是死罪 现在他死了 就跟你有关系 因为你家里有东西 值得他偷 如果你家穷的 就跟那个 演笑品那个 说的那样 老鼠进去 转几圈 含着眼泪走的 穷的那样的话 晚上睡觉 都能贴个 穿可贴的 如果你穷的那样 他就不会来偷你了 因为你家有东西 值得他偷 他才来的 所以说现在 他从你家去偷东西 掉下来摔死了 你就要赔偿 是这样的道理吗 我不知道 我不懂的 我想不明白 但是我觉得 如果这种东西 他多了 就跟病毒一样 他比那个 新冠病毒还厉害 他跟病毒一样 他潜移默化 慢慢的 给我们社会 就带来非常 非常严重的后果 人家说 人心不古 人心不古 我觉得古时候 当然古时候人比较淳朴 这是肯定的 可是现在的人 真的就 已经变得让我们 让我们怎么样呢 让我们听了 哭笑不得 还是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说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网上的朋友们 大家听到这样的事情 您是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这个事情 怎么看这个事情 好吧 如果您有什么想法 看法 请您在下面留言 我们大家来讨论 好吧 这样吧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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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